为,某,毕 我们这节课怎么这个造型,一定是有原因的 为,土,智,智就是野鸡笼 鸡,是吧,某人鸡都有鸡关 然后,毕,月,乌,乌鸦 乌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一声红 乌鸦是黑的,火烧的,变成黑的,熏的 我们知道这个金乌,还有三所乌 都是神鸟,都跟太阳有关 很厉害,了不起 首先这个为土智 为土,我们知道,为,它五星属土 也代表着人的为 可见这个星,它是极多凶少 大多数是如此 对于一个吃的太多的人 那他就是凶的 甚至 他的这个 埋葬,择日 也选这一天 代表着子孙 从与富裕嘛 那,但是这个 有相传记载的就比较少 我们 也只能 尽量的去解释 那智呢 历史上有这个 吕智 《丰盛眼力》里面有这个 智基经 都是一些不好的 甚至 甚至 背古书 后围 说这个智 是变怪的意思 那就大多数 就大多数都不好 凶凶多 极少 那 这个 这个八卦里面 他有主这个 火 这个大家 应该知道 因为他代表着这个 衣装的华丽 他的羽毛 各种颜色嘛 这种 样子的动物 并不多 我们主要说一下 某日基 西游基里面 我们知道他 帮助这个 西游团队 去 捉杀这个 蝎子精 以及 蜘蛛啊 蛇啊 这些 鸡 都能克制 你别看 小小的 我们平时 不把它 当回事 有的时候很厉害 甚至 打狗啊什么的 都不行 所谓 卤水点豆腐 一物香一物 这个 卯 在现在 比较重要 因为现当的科学啊 就是老是研究外星人嘛 实际上我们可以借用他的这个解读 因为所谓的这个神灵们呢 就是一个高等的能量体生命 即使他是无形的 他的本心 也同人一样 那当然要比人精神高上的多 所以说这个某星团 乱星人 就来 从第五维度 他们就密度 来拯救我们三维的地球 要提升我们的 主要是精神 但是 当然科技它也比我们高得多 这个西方 曾有人说是写下这本书 常年跟他们交流 然后 就是 传给我们一些所谓真知灼见 当然包括他们的 飞船的样子 拍照啊 很多东西 我们无从都是真假 这个只有当事人 或者是这个官方军方才知道 我们老百姓有的不知道 只能靠自己的修啊 练的物啊 那 他在天上 在西方 被称为这个织女星 有七颗 不叫织女 西方人叫仙女 很亮 在全天 都排得上名字 而且它是一团嘛 更亮 扩散型的 是吧 包括这个币 也是 他们两个都属于金牛路 那这个币呢 币乐屋嘛 我们知道这个 它是很 他们叫这个币秀武啊 就跟我们的币乐屋名字一样 很奇怪 又是巧合 又巧不成熟 实际上古人非常有智慧 我们这样想就对了 那月亮经过这个行修的时候 就是多余 极修是风波 这是雨诗 相传这个外星人也比较有